年坑瑶要走了 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 她的眼中尽是悲凉 借用李渭的一句话 没法子呀 雷霆雨露 君是君恩 只能便宜月中起了 年坑瑶坐上了自己的专车 手握一天剑 带上蒙古王打包送来的 几车美女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朝杭州出发了 中军部队慢慢赶路不讲 吹石斑先行一步 已然到杭州落脚 年大将军来了吗 急什么急啊 年大将军明天才到呢 我们是大将军的先头厨房 火房在哪啊 快把他们准备明天的膳食 好 明天才来 这么说我们今天还不用准备活食 当然得准备了 还得按规格准备 锤士班班长好像怕这小子 不明白似的又继续补刀 这些人都是为年大将军 一个人准备膳食的 一个人吃饭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用得着 因为我们年大将军吃饭 那叫一个讲究 他喜欢吃小炒肉 但是呢又不吃死肉 于是一群厨子手拿木棒 在院子里追着八戒一顿胖揍 直到八戒躺在地上大声求饶 这才活生生的从他的后背上 挽下一块鲜红的礼祭 那杀了的猪血都放了 那是死肉 这样打的猪呢 血都流到了鸡背上 这条肉啊 它是活肉 后厨 一个老师傅耐心的掰着大白菜 杭州官员一看都惊了 这个季节能吃到这样的大白菜 可真是罕见呀 老师傅也不太搭理他 乡下人真没见识 一番简单的处理后 露出里面那一奶精华 看见了 这就是咱们大将军 喜欢吃的大白菜 在西宁有好几十亩地 是专门为我们大将军种的 年大将军爱吃红烧鱼 同样有那么几十亩鱼糖 每天安排专人 拿棒子在水里搅和 好好好 据说这样能增加鱼的废活量 年大将军还爱吃咸鸭蛋 只取每天第一只鸭下的 第一颗蛋来盐 他还爱吃火腿肠 爱吃嫩黄瓜 你就想吧 这一桌子六荤六素得费多大功夫 就这么准备 人家还不一定有胃口呢 军门 您多少也得吃一点 在这地方 弄出这些菜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当我是闲着饭菜不好吗 当然不是 以年更摇指精明 他怎么会看不清 眼下之局势 再这样下去 能不能吃上一顿安稳的饭 都不知道了 可眼下能活路的机会 只有两条 一是装风卖傻 博取同情 继而放下一切 二是贪财好色 胸无大志 好让那个人放下戒心 以年更摇铺张浪费 讲排场的尿性 他必然会选择第二条路 军门 今后咱们的排场 能不能再减少一点 免得皇上 害怕了 害怕你可以走 丧城顶得眼泪 躺得巴巴的 二爷 我可是您的奶兄弟啊 一生下来就跟着老太爷 这辈子 除了咱这个家 我还能去哪啊 要是害怕 我会跟着二爷到西北打仗吗 你二爷 我就是这个德行 死 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你不是想知道 我到了杭州 有没有反心吗 我用实际行动 为自己辩护 我没有 今天晚上 就让吴云奇 去割事情吧 这 年更摇躺下身子 开始养精蓄锐 而京城那边 孙嘉诚的葬礼上 已经闹翻了天 京城 孙嘉诚的灵堂前 一帮清流挨个儿 系上笑带 他们没有哭闹 也不给孙嘉诚上香 终于在这片火山爆发前的沉默中 有人说话呢 你瞅瞅 王公贝勒一个没来 君记大臣一个没来 六部九卿堂官一个人也没来 看起来呀 一个被降了职的年更摇 仍然是权清朝野 言威赫赫 我就不信 小人道长 君子道修 一致于死 从谢继世咬牙切齿的抱怨中可以看出 今天来的这帮人都是想年更摇死的 那为什么王公大臣都没有出现呢 这很好理解 首先我们要明白 他们为什么是王公大臣 首先一条就是得跟雍正一条心 而眼下雍正也在犯难呀 年更摇吃不下去饭 他更吃不下 还是那张桌子 还是那个火锅 还是那几叠小菜 他的脑中回想着当初一起吃火锅的三个人 他是个职人 连朕也顶撞过 这次对你有些误会呀 但是经朕开导 已经明白了 你们同朝为臣 不要因为这些事而生嫌隙呀 来 朕劝你们一杯酒 你们就和好了吧 他没想到的是 年更摇静如此大胆 居然不听他的劝 把孙嘉诚杀了 这是先打了雍正的脸 又把自己的脸伸到了青流们的面前呀 烦闷之间 他独自一人来到军机处 见到了同样是一个人的张鼎玉 雍正就纳闷了 别人都在问孙嘉诚设计 你怎么没去呢 老张多警啊 去当然是要去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去 人少是祭奠 人多就变成了给您老师压了 所以我自然不能去 臣本打算是要去的 但听说去的人太多 臣就决定不去了 雍正很欣慰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刻孙嘉诚的葬礼上 一个本不该去的人 已经去了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 酷爱装逼的巴也来了 他一连躺平 静止走到临位之前 焚香叩拜突然 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 他跪下了 是的 一个亲王居然跪下了 就问你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官员们先是一愣 然后紧跟着都跪下了 而老八子满脸哀伤 眉头宁紧 眼珠子乱转 似乎在盘算着 这波操作的德语诗 但不管他怎么盘算 目的已经达到 那就是妥妥地 收割了一波人心 也证明在他的心里 同样希望年坑咬死 这样 雍正不但失去了一枚 制约自己的棋子 还会落下尿尽工层的骂名 真可谓一箭三雕 百利无害 他的入局 让雍正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站在他的角度 如果其他领导班子不去祭拜 不但让老八白白收割人心 更会让大家觉得自己 用人为亲 不变中间 另一方面 巴也已经表态 巴也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 还有整个巴也党的意志 再加上清流们的态度 舆论的天平已经严重倾斜 所以无论他打算以何种节奏来处理年更瑶 此刻他都必须要表态 于是十三爷带队 一行人都去了孙嘉诚的灵堂 清流们一看 来都来了 能让你们空手回去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们一百多名 在京的官员 连连饼 参客 年更瑶的奏折 请于亲王和各位中堂转成皇上 老十三接过奏折一看 里面赫然列举了年更瑶的几十条罪状 见父皇帝没有表态 众人似乎默契一般一起跪下 好吧 我们转成吧 而这份折子又把雍正狠狠地逼了一把 十三爷带着清流们弹劾年更瑶的折子 来到乾清宫 时机不巧 恰逢雍正腹中不适 打开 雍正一把掀开方便之门 进去以后那时 脚踏黄河两岸授拿秘密文件 前面骑枪扫射 后面炮火连天 瞬间一股污秽之气弥漫开来 靠得很近的李德权似乎站不住了 赶紧后撤几步 十三爷身体不太好 已经憋青了脸 其他三位也都大气不敢吸 几分钟过后 雍正终于解决了后骨之忧 也没功夫洗手 一手拿着奏折 一手提着裤子 顺带呢 继续输出 既然 还有脸 提什么谢恩二字 都没忘了看奏折 不像年庚瑶 就知道吃 但是雍正这一生计 年将军也就别想吃好了 这不 又又到了年将军吃饭的时间 呵 这浮想的 一个老婆捶背 一个老婆按腿 还有一个老婆坐怀礼 就等着菜上齐了干饭 眼瞅着桌上摆着七菜一趟 以咱老百姓的眼光来看 这已经是一桌 上好的休息了 不说别的 就那盘毛肚肉丝 我就能干他两大碗米饭 可这些小菜 对于习惯了特制小炒肉 和大白菜的年大将军来说 根本入不了他的发言 会干 瞎了你的狗眼 你年爷虽说不是大将军了 可还是杭州的将军 就你这几个烂菜 别说一品大圆 就是三品 他也不吃啊 您老还真神了 这饭确实不是招待一品的 而是招待四品的 这是昨天刚到的尚狱 您自己看了 朕真无识人之名 怎么就用了你这个忘恩服役 毫无廉耻之人 当初 你在杭州将军手下当过参将 今天朕还让你到杭州当参将 苍天在上 朕若负你天诛地灭 你若负朕 不知上天如何发落你 听完雍正发来的语音 年更瑶是饭也不吃了 老婆也不玩了 独自一人转身离去 留下六个顺来的美女 呆呆地看着她 心里多少有些不满 自从跟了你年更瑶 从西北到江南 是一天不如一天 不满的不止他们 北京这边 青流们对于年更瑶 只被降职 同样也很不满 又是谢继世和陆征南 这俩坑货跳出来 做出头鸟 这个年更瑶 一天不杀 我们就一天不撤这个灵堂 联名的折子不上了 个人上个人的折子 咽 咽死他 折子如雪片一般 飞到军机处 马其抱着他们的折子 来见雍正 都是些什么折子 金官们上的折子 都是请求皇上 严惩年更瑶的 年更瑶 已经被贬为参将了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朕 杀了年更瑶呢 这冲着年更瑶来的吗 no 这是冲着朕来的呀 他奶的 就是想让朕 承认是我看错了人 想让朕 承认他们才是对的 开玩笑 朕是什么人 朕会让你们如愿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雍正刚要发泄 正想着再把年更瑶 贬他几急 不想又出了一件大事 皇上 太后的病又犯了 这会儿急着要见您呢 哎 十有八九 又要给自己的宝贝小儿子出头了 这对年更瑶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